命理的问题 会读书 不一定会赚钱 BY福安古观音格 关于命理 尤其能做多大事业 做到击碎 这个也是命理 我们有误解 以为我会读书读到研究生 就懂得多 就很会赚钱 这不一定 赚钱是福报 读书是智慧 两个有时候不匹配 你看那些才大气粗的老板 积个文化高 但是他们从小勤劳 辛苦 忍耐 肯干最差的活 就有福报 到了四五十岁 就当个才大气粗的老板 这个不是相匹配的 就像当官一样 官位越大 杀气越重 那就要命够重才震得住 当官起码四两多或者五两多的命 命够重 文化又跟得上 南怀锦讲到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他和两个朋友欲一个算命的 算命的给他一朋友算 将来会很有钱 当时那朋友还是穷光蛋 但后来真的有钱 又给另一朋友算 说他可以当官 最高当到腹部的 后来果然当到腹部 但南怀锦是他上级 就想 算命的不是说你最高只能当腹部 我就给你调到正的 南怀锦就给他调成正的 那任命书一下 那个朋友就住院了 死了 南怀锦就说 你看这个命理 有时候不得不相信 包括南怀锦给慧常说 做到四十五岁就要退位了 慧常不信 结果真的 多做几年还是退位 所以佛教慧常 还是世间的官位 都有一定的定数 福报之称 很少属人一路上升 多数都在原地 因为命格不同 骨头重量不同 其实禅宗修什么多 修骨重得多 你想想看 祖师又能降龙俯虎 这些都是靠精气神 那就是精神内敛 气场要足 北方的降 南方的像 北方人体格比南方好 南方人荡向 南方人头脑好用 南方水多 头脑就灵活 头脑灵活 就好精气神 体质就差 所以男人北向 或者北人南向 是比较厉害的 读书人比较清高 因为不懂得命理 有时候又怨天尤人 眼高手低 这个是个毛病 读书人应该多学习那些文化低的福报大的人的优秀品质 人家小学毕业 为什么开工厂 当老板 这个可以去学习学习 这些老板肯定有他不一样的骨香福报 我比较担心 我比较担心现在很多女孩子 瘦瘦的下巴肉少 这没福报 以后嫁人都困难 应该好好修福报 把色身庄严起来 人要懂三里 一里 命里 地里 命里要懂得自己命 有什么缺点 才会谦虚起来 慢慢去改正 才有出路 比如 眉毛太低就压运势 不仅压运势 而且慢慢很穷 就是薪量不够大 这也要慢慢修 那人中太短 更不行了 寿命肯定长不到哪里的 这种不尊重寿命 傲慢的缘故 会导致人中短 再一个 有些人二三十岁 牙齿蛀牙了 牙齿蛀牙坏了 代表福报损了 有些人堕胎后 末几年 牙齿就蛀牙 或者掉 这都是福报损的严重的表现 所以遇到佛法 吸福 好好修福修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魔增的物 업로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уб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prior跟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dventu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